中华队的三场热身赛已经全部结束 需要请教的是叶总教练 经过三场比赛之后 现在让你最担心的环节会是什么 首先感谢中华职方三个球团 协助中华队做这三场的训练比赛 在这边特别的感谢他们辞助 那从一直到这三场比赛这样看来 目前大概我们比较担心的 还是守备跟投手方面 那当然希望说在未来很短的时间里面 投手能够有比较稳定的表现 那当然他们就是说稳定性不高 但是是有好的好表现的那种状态 那希望往后的比赛里面能出现 比较好的那种状况出现 那另外就是守备的默契 还有就是说守备临场上的这个 冰队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再加强 但是叶总教练比较担心的部分 有没有稍微可以放心点的环节 或是哪个职位选手 这样看来打击上是一直是我们比较放心的 那不过打击的这种稳定性 其实不见得会有那么样的稳定 因为我们知道打击 要看对手的看对方投手的表现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现在我们从比赛的数据来看 我们打击的表现希望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那叶总教练要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在经典赛当中叫投球 这个有限制70球 不过有一些小屁股是不是可以来运用一下 OK 在虽然它有球数上70球的限制 那不过其实比如假如说用 使用到69球的时候 其实还可以再完成下一个打席 所以事实上在这个限制里面 其实只剩下最后一球 对一个打击者来讲 那还是可以超出这70球 也就是说你可以去完成 即使只剩下一球 但你还是可以完成下一个打席 在未来这个经典赛的时候 是教练团这边会再做出一些使用 对这个我们会特别注意 那即使是有30球这个限制的 就是说必须要隔日的这种状况 可能也是一样 30球也是有这样的限制 最后请教的是叶总教练 明天还有一天 这个中华队后天就要出国 那明天最后一天 可能在中华队的部分 大家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最主要是在于 我们想看说 从这一次这样比赛下来 我们在默契上需要再培养的 所以在最后一天的练习 我们最主要是设定在 投手跟野手之间的默契 那还有内野方面的守备 那是我们需要再加强的 好 谢谢叶总教练之后我们访问 谢谢 接下来要访问一个让大家振奋一下士气 当然是这几天表现非常非常出色的林哲轩 你好 好 要问一下啦 这个虽然第一场对兄弟小时候没有安打 不过接下来表现非常好 甚至连八个打席都上雷 然后这三场比赛十个打住五只安打 先说一下你从兄弟小那场比赛 一直到接下来这两场 你有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设定说就是要求上雷 就想办法上雷就对了 就只是这样子 没有在平常做些什么事情 有什么改变吗 就没有 就平常都是练习啊什么 就没有在想什么 就是比赛的时候 就不要再想那些事情 那也希望把这好的状况 一直延续下去了 那另外要请教的是 其实从去年开始呢 你就有这个参加国际赛了嘛 这个北京奥运的部分 你觉得从去年的国家队到现在 你觉得气氛有什么不一样 比较一下两队 现在是比较年轻化 就是很多就是年纪比较相近的 这样就气氛还比较 比较有活力啊 对啊 你觉得跟其实去年比起来 比较有活力 对啊 那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大家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可能大家经验上 没有像去年的这个队伍这么充足 我觉得压力很大 我们刚工作人员提醒他 看他看镜头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很想看到他的正面 好 让你看一下镜头 来 你觉得就是 大家压力有没有很大 压力是一定会有的啊 就是 其实 这也没有什么啊 对啊 就正常比赛就好了 对啊 那最后啦 请林哲轩帮我们讲一下 你觉得现在中华队 最需要的是什么 后天就要出发 你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的 不知道 最需要的是你继续保持下去 然后把你的这个好的状况 也感染给大家了 好不好 好 好 继续加油 谢谢 好 接下我们把时间还到主播台上 好 谢谢陈一帮我们做采访 这个陈一好像搞不太定这个小弟弟 林哲轩 好 不过这样比赛 真的 陈一还是对叶之仙叶老师 比较搞得定 对小弟弟好像搞不定 不过这样比赛 中华队还是输了 不过有几个选手 这一系列打下来真的还是不错 简短跟大家报告一下 打击方面 林哲轩是打得最好了 十打数 五安打 六次宝宋 林亦全十四个打数 七只安打 也是五成的打击率一次宝宋 蒋志贤也是五成打击率 十打数 五只安打一次的出身球宝宋 打得还要再多加油的呢 包括了潘武雄 十五个打数 一只安打 高国庆十五个打数 两只安打 三志瑶十二个打数 一只安打 还有两只宝宋 都要多多地加油一点 在打击的这个部分了 那投手的部分 现在感觉起来好像只有 这个 第一场比赛先发投手 特皮正昌 感觉好像大家比较放心 比较最放心 今天耿博轩也还是不错 包括郑凯文表现得也不错 对 耿博轩的内容也值得信赖 那陈鸿文当然说 以他投球的局数来说的话 大致上我们都还可以接受 就是说尤其是三场比赛里面 最弱的应该就是中继投手 你在投手跟投手衔接的时候 或是累上有状况的时候的 一个处理很容易掉分 这个部分就是教练可能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国际比赛的话 那你在一个环节稍微处理不好的话 掉个三四分 那这种比赛等于说是 你要再追回来 可能就很困难 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 因为有球速的限制 所以说投手车轮战的情形 是很频繁的 当一个投手他换下去的时候 另外一个投手的 他的一个球种 他的一个球的一个状况 你怎么很快地去适应了 这个也是必须要去学习 这几个重点呢 你如果能够掌握到的话 当然你比赛的进行 你就会比较顺畅一点 那输赢难免都有 那一些小细节 做一些修正应该都OK 因为现在等于说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国家代表队是比较年轻的 那我们要多给他们一些耐心 多给他们一些鼓励 把他们最好的一面 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能够呈现出来的话 那当然最后的成绩 我们必须要去承担 因为毕竟这次的一个国家代表队 可以说是不是最强的代表队 但是呢 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代表队 我们多用一些关心去鼓励他们 我相信他们只要把实力拿出来的话 比赛会很精彩 结果我们要共同地去承担 One day 你也会成为大明星 One day 我也要可以作为自己 One day 我一定会比你行 One day One day checking what's one day 每个人都有天真的梦想 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所以毕竟犯都没有任何借口 别可 跌到了八字来 继续往前走 Go 想要出人头地不是说的那么简单 要经过多少困难你说犯不犯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和我一样 让他们看见你的白痴和最真的模样 One day 你也会成为大明星 One day 我也要可以作为自己 One day 我一定会比你行 One day One day checking what's one day One day 你也会成为大明星 One day 我也要可以作为自己 One day 我一定会比你行 One day One day checking what's one day 我们一定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一定也有机会做神仙 我们一定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一定也有机会做神仙 One day 你也会成为大明星 One day 我也要可以作为自己 One day 我一定会比你行 One day One day checking what's one day 准备 请订阅 吥